欢迎收听六指法医 第五集 二队食堂里马如龙一边吃 一边小声向我通告案情进展 小马 那套牌车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别提了 马如龙放下手中的筷子说道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你知道全市有多少台 与寒通相同的黑色别克车吗 不等我说话 马如龙夸张地伸出一根手指说道 整整一万台 梁天组长这几天查的都要骂娘了 我没想到 全市竟然能有这么多的相同车辆 苦笑的 那除了这些 案情还有什么进展吗 马如龙神秘兮兮地说道 根据横剑科的鉴定 寒通死亡的那台车里出现了多个相同指纹 可能就是凶手留下来的 指纹 文言我抿了抿嘴问道 刘竹青身上有相同指纹吗 没有 马如龙怂怂肩膀说道 基于这点 关于凶手是一个人的这条判断 估计有点站不住脚 按照马如龙的解释 刘竹青身上并未发现他人指纹 不应该啊 听到马如龙的话 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如果是他杀 那尸体必然会有指纹的 难不成凶手行凶之后 就把指纹抹去了 我明白了 忽然我脑中灵光一闪 马如龙吓了一跳 不解地说道 林哥 你明白什么了 我明白刘竹青身上 为什么这么多水了 之前我在村里 为刘竹青捏骨时 发现他的骨得很粗糙 不像是商量而死 更像是溺水而亡 最开始的时候 我心里还有点怀疑 认为刘竹青 如果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那死前肯定是泡过澡的 现在看来呢 我的推断并没有错 刘竹青身上 没有第二个人的指纹 应该是在泡澡过程中 被洗掉了 农村啊 很少有家用热水器 一般而言呢 如果想要洗澡的话 要么回家烧水 要么就是去村外的小河 以刘家人的证词来看 刘竹青必然是去了 小河洗澡 从案发地点到小河 大约有六七百米的距离 假如说刘竹青 是被人胁迫过去 路上一定会大喊大叫 奋力反抗的 但是呢 附近的村民却没有听到声音 由此就可以推断出两个结论 要么这刘竹青是被凶手用武器脅迫 不敢反抗 又或者 凶手是刘竹青的熟人 这个推测看似天马行空 但却不见得不对啊 凶手既然是刘竹青的熟人 估计也会认识韩通 经过这么猜测 凶手又有可能是一个人 熟人 想到后者 我脑海中意外地 浮现出一幅画面 刘竹青半夜三更地 顺着窗户偷溜出家门 并且还愿意去喝里洗澡 看来凶手不仅仅是 刘竹青的熟人那么简单 小马 套牌车找到了 大家全部回去开会 这时一个警员冲进食堂 将正在吃饭的队员 全部交了回去 终于找到了 马如龙立刻站起来 朝门外走 我紧随其后 跟着他走出食堂 林哥 你怎么来了 马如龙看到我也进了会议室 一脸不解地询问他 我来旁听一会儿 我简单解释了一句 找了个不显眼的位置坐下 不多时 陈可欣和王大海先后走进会议室 脸上洋溢着激动的笑语 诸位同事 通过梁组长的不懈努力 十分钟之前 我们已经找到了套牌车 现在请梁组长介绍情况 话音落下 一个三十多岁 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人 站起来说道 通过行踪轨迹 情报组在远郊山谷里 找到了那台套牌车 在调取了山路附近的几个监控后 我们发现一个男人出现在这里 说完 梁天从兜中拿出一张照片贴在白板上 用笔在下面写了他的名字和社会背景 杨远航远航商贸总经理 韩通的顶头上司 同时呢 也是刘竹青的绯闻对象 梁天丢下手中的白板笔说道 根据远航商贸员工私下传闻 杨远航似乎和刘竹青 有某些不可见人的关系 据说因为这件事 韩通曾经和杨远航大吵了一架 明白了 我都明白了 听到最后一句话 我猛地站起来 忍不住大声叫喊 丁燃 你给我出去 陈可欣面色不快 冷冷地瞪了我一眼 我不顾陈可欣的冷眼 大声说道 陈队 杨远航就是凶手 什么 此话一出 会议室里的众人大吃一惊 丁燃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陈可欣怒道 杨远航的确有嫌疑 但现在说他就是凶手 还缺乏确凿的证据 我有证据 我快步跑到白板面前 指着刘竹青的照片说道 刘竹青死前已经怀孕了 我怀疑 这个孩子就是杨远航的 只要拿到杨远航的DNA 进行比对鉴定 就可以证实我的推论 就算孩子是杨远航的 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 陈可欣压着火器说道 陈队 你先听我说完 陈可欣态度不好 我的语气也好不到哪儿去 冷声说道 你们不是在韩通的死亡车辆里 找到了指纹吗 通过和杨远航的指纹对照 不就能辨认出凶手了 对啊 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们怎么没有想到 孝林说得对 只要两个指纹相同 就能证明杨远航的凶手身份 不错 我建议 马上抓捕杨远航 顿时 会议室里议论纷纷 众人纷纷向我投来赞赏的目光 陈可欣紧皱眉头 沉声说道 申请拘捕令 抓捕杨远航 是 随着沈可欣下达命令 会议室众人纷纷其身 开始布置抓捕行动 一个小时后 一名衣冠楚楚 穿着西装的男人 被带入了审讯室 由于我的推论判断 负责审讯的王大海 特地将我带进去协助审问 杨远航 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抓你吗 王大海面无表情地 看着杨远航 一旁的马如龙负责进行记录 杨远航开口说道 在我的律师没来之前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我劝你不要心存侥幸 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们也不会带你来这个地方 王大海冷声说道 我们在寒通死亡的现场车里 找到了你的指纹 这一点你怎么解释 杨远航的表情不变 慢调思理地说道 杨远航是我们公司员工 我经常乘坐 他的汽车出门办事 有什么好奇怪的 那我问你 远交这台被遗弃的套牌车 你又怎么解释 说着 王远航拿出现场拍摄的照片 以及杨远航出现在附近的监控截图 那天我去郊外的仓库视察 至于为何会有和寒通相同的轿车 被遗弃在附近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 王大海冷笑道 杨远航 你既然说是去郊外工厂视察 为何要步行前往 你这样的老板 总不会连台车都没有吧 难不成 步行出门犯法不成 看到杨远航还在强词狡辩 我的脸上露出不屑的冷笑 当即我插话说道 杨远航 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 你难道就不怕报应吗 杨远航先是一愣 随即说道 我现在单身 哪儿来的孩子 是吗 我起身走到杨远航身旁 轻轻拍了一下 他的肩膀说道 我是刘竹青案件的主管法医 从他腹中发现了一具死鹰 你说 这个可怜孩子的父亲是谁啊 不知不觉见 杨远航头上生出冷汗 但还是死不成人 我轻笑了几声 猛地拔下杨远航一个头发 说道 杨远航 你不承认没关系 只要通过DNA鉴定 熟不得你抵赖 我 此刻杨远航的汗流雨下 脸色惶恐地不成人形了 杨远航 如果我没猜错 你在杀了韩通之后 晚上悄悄去过刘竹青家里 把他骗出来以后 下手杀了他吧 我 我没想杀他 是他该死啊 突然 杨远航像是发疯一样 冲着我大喊大叫 王大海一拍桌子呵斥道 杨远航 这里不是你装疯卖傻的地方 如果不是刘竹青不要脸 我也不会杀他 杨远航愤怒地吼道 刘竹青这个渣女 明明已经怀了我的孩子 却还要和韩通勾勾搭搭 这都是他的报应 既然他是渣女 不然你说说 他是怎么欺骗你的 我刻意放缓了语气 引导杨远航说出犯案经过 杨远航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地说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韩通在一年前 就和刘竹青建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被他招到公司担任前台 在此期间 刘竹青主动勾引杨远航 两个人背着韩通搞到了一起 三个月前 刘竹青怀孕了 孩子是杨远航的 杨远航知道以后开心不已 但是又怕韩通搞事情 毁了自己的名声 为此 杨远航让刘竹青找个借口 和韩通分手 结束两人的关系 可没想到的是 刘竹青在和韩通提分手的时候 说漏了嘴了 被韩通发现了两人的苟且关系 韩通大为恼火 跑去找杨远航大吵一架 杨远要将这件事发到网上 让两个人身败名裂 在这种情况下 杨远航让刘竹青辞职回农村安胎 三人的命运也就是在这一天 发生了改变 送别刘竹青之后 杨远航来到县里加油 无意中看到 韩通出现距离加油站不远的一间酒店 当即杨远航感觉有点不对劲 把车留在停车场 悄悄地跟进了酒店 打算看看 韩通想干什么 半个小时后 刘竹青竟然出现在了酒店 并且还和韩通勾勾搭搭 一副你浓我浓的样子 你是因为刘竹青和韩通偶断私连 所以才要下手除掉他吗 我听得入神 忍不住插了一句 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正式的审讯 难免是有些激动的 也是 也不是 说出这句话时 杨远航的表情有些复杂 继续说 王大海递给我一个眼神 让我不要随便打断嫌疑人的字数 我呢 尴尬地笑了笑 坐回后面的椅子上 警官 能给我一根烟吗 文言 王大海在身上摸了摸 掏出半包十几块钱的香烟 亲自为杨远航点上 杨远航叼着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说道 谢谢 王大海拍拍杨远航的肩膀 询问道 你杀刘竹青和韩通 是知道孩子根本生不下来吧 你 杨远航眼睛瞬间就直了 明白了 我不由得像王大海投去钦佩的目光 没想到这位老刑警的逻辑分析能力这么强 根据资料显示 杨远航家里三代单传 对于孩子的看重远远超过了一般人家 并且呢 由于杨远航的身体原因 生下孩子的几率非常的小 这也是为什么杨远航都快四十岁了 还没有后代的原因 杨远航想孩子都想疯了 为此不惜强强属下的女人 最好闹得公司上下沸沸扬扬的 极大的打击了他的威风 万没想到 刘竹青虽然怀了杨远航的孩子 但却是功外孕 就在我理清前因后果时 杨远航已经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痛苦地点了点头 审讯还在继续 杨远航也说出了他的杀人动机 时间回到酒店 杨远航偷瞧到刘竹青和韩通偷偷见面 虽然心中万分恼火 但是并没有起杀心 只想着将韩通远远打发出下江市 可是随着刘竹青和韩通后面的几句话 杨远航的杀心顿气 刘竹青通过运检 已经知道自己是公外孕了 当时又吓得留神无助 刘竹青呢 鬼使神差地找了韩通 想着让他给自己出点主意 韩通竟然真的给刘竹青出了一个主意 等到刘竹青和杨远航 下一次去医院运检的时候 韩通会花钱雇一个流氓 制造假的车祸撞击两人 刘竹青假装保护杨远航 故意地被车撞倒 制造人为流产 这样一来呢 即便没了孩子 杨远航不论是出于感激还是愧疚 都必须要娶刘竹青 两个人在酒店行政酒廊密谈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却没料到杨远航就躲在隔壁 将他们的话听得清清楚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